贝贝在社交平台上能算得上营业的 是在8月底 心动的信号第四季收官之时 其余的内容 多是一些蹭热度的动态 曾经的顶级流量 在2021年的娱乐圈存在感好低 如今它热度的来源 一部分是靠着跑男的余温 更多的是与黄晓明的离婚传闻 从小嫩磨到拿8000万篇筹 再到如今的资源断档 32岁贝贝的命运 似乎早已住地 杨颖的家并不富裕 父母为了多挣钱 在杨颖很小的时候 便去了香港打工 杨颖跟着外婆住在上海的弄堂中 拥挤而破败 尽管不富裕 外婆也尽量让杨颖每天都能吃上肉 于是一条青鱼 硬是让老人家做成了三顿 鱼身清蒸 鱼尾红烧 鱼头炖汤 2002年经过几年的打拼 父母在香港有了立足之地 杨颖也离开外婆 去香港父母身边 这一年 黄晓明25岁 在内地娱乐圈正道红 来到香港后 无所事事的杨颖 看着杂志上亮丽可人的模特 心生向往 从小就甜美可爱的她 第一次有了到明星的梦想 那时的香港 做模特是女孩快速踏入娱乐圈的途径之一 杨颖没有多想 挑选了自己最好看的照片 寄给各大娱乐公司和杂志 能够当上模特 是那时杨颖心中最大的愿望 结果也不坏 很多杂志社看中了这个年轻漂亮的小女孩 有几家娱乐时尚类的杂志 还让杨颖当了蜂蜜女郎 慢慢的 杨颖在香港嫩魔圈 开始小有名气 让杨颖出圈的 是Yes杂志的主编周幽根 曾跑红过熊带琳 并指导她棒上郭富城的周幽根 从杨颖身上看到了熊带琳的影子 在周幽根的运作下 杨颖第一次在电视上露面 是和年轻帅气的陈伟霆 不出所料郎才女貌的两个年轻人 很快地陷入恋情之中 初恋总是那么冲动 两人在身上 同时出现了情侣纹身 但在老板周幽根眼中 陈伟霆的咖位远远不够 贝贝的未来不能耗在 在这个矛头小子身上 很快 公司让杨颖去日本工作 而异地 是恋情的最大杀手 在日本工作的时期 杨颖和陈伟霆的恋情 也宣告终结 尽管感情受挫 但杨颖的日本之行 收获颇风 在那里 她不但做了牙齿整形 还积累了不小的人气 真正完成了改头换面 回到香港后 老板周幽根 为杨颖安排了下一个男人周杰伦 那时的周杰伦 已是巨星 靠着人脉和资本 刚回香港的杨颖 以伴舞的方式 出现在了周杰伦巡回演唱会的舞台上 两人此后的发展 却没有按照周幽根的设想进行 尽管周杰伦可能对杨颖曾有过好感 但周母心中的儿媳 不是杨颖这种女孩 周幽根看中的男人 还是黄晓明 那时的黄晓明 炙手可热 出演电影后 开始制作MV 成为MV的女主角 是接近黄晓明的好办法 尽管那时黄晓明已经和李飞儿确定 并公开了恋爱关系 但机会稍纵即逝 周幽根没有犹豫 一番操作 黄晓明的这支MV女主 成了杨颖 两人相识后 杨颖的表现也很努力 在黄晓明生日时 杨颖穿着水手服 在她眼前施展着少女的活力和魅力 男女之情 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生日过后 黄晓明的女友李飞儿被弃走了 杨颖正式上位 杨颖和黄晓明在一起后 资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观众都不认识她的情况下 在一年的时间里 先后和黄博 赵又廷 郭富城 刘若英等当红明星搭档 出演了《体子英雄》 《全程热恋》等多部影视作品 在一年前还是嫩模的杨颖 就这样摇身一变 成了电影明星 随后的日子里 在黄晓明的支持下 杨颖的名气越来越旺 不但担任了金像奖主持人 在影视圈还与杨幂 刘诗诗 宁依分庭抗礼 那是杨颖的高光时刻 她获得的这一切 明眼人知道 黄晓明功不可没 但被爱情冲昏头的黄晓明 并不这么认为 在两人官宣恋情后 黄晓明曾对记者表示 我就喜欢她不想靠别人 很有事业心的样子 黄晓明的话 记者听后笑了笑 而baby的事业心 就是个笑话 如果有事业心 没有演员专业素养的baby 应该更加专注于 自己的演技的提高 但她选择了那条 不费劲的路线 参加综艺跑男 在节目中随便玩会儿 不但能吸粉 更能挣钱 在演技没有任何提升的情况下 疯狂街拍影视作品 新娘大作战 微微一笑很倾城 微微一笑很倾城 陆续开播 在这一步步影视作品开播后 杨颖的演技和不敬业 终于让观众无法忍受 出演云中歌时 观众对指挥瞪眼的杨颖 颇有微词 在《孤芳不自赏》中 除了瞪眼 杨颖还被爆出 没参加任何外景打戏的拍摄 所有的镜头都是在棚里完成 然后靠后期抠图 加到正片中的消息 不仅观众嫌弃杨颖 连影视圈明星 似乎也他静而远之 陈道明在拍摄《欲望之城》之前 得知女主由唐嫣换成杨颖后 立刻与剧组解约 在《楚桥传2》中 女主人选 本来在赵丽颖和杨颖之间二选一 男主林更新 直接放言称 我很乐意与赵丽颖合作 如果女主换人 我可能要考虑一下 在《建党伟业》拍摄中 自诩为演员的杨颖 一场哭戏 硬是哭不来 让刘德华感到很是费解 只好下场帮baby催泪 演技备受质疑的同时 片酬也随即曝光 编封时 她的片酬是八千万 面对大众的质疑 她对记者说出了那句著名的笑话 我的价值完全值八千万的片酬 如果说杨颖的上位史 是成于黄晓明 那她的她房路 则是源于自己 后面的日子 杨颖的路 越来越不好走 2018年 杨颖和当红演员 邓伦珠一龙合作《我的真朋友》 糟糕的演技和永远的微笑唇 再次拖垮这部作品 两个当红小生 都没能挽救这部戏的收视率 而杨颖出演的《创业时代》 其演技再次观众被对上了热搜 这次杨颖似乎开始变得低调起来 她对此回应道 所有批评都虚心接受 但此时开始觉悟 已经太晚 此后杨颖的资源开始断崖式下跌 曾拿八千万篇筹的她 竟然出现在网剧《摩天大楼》中 还是露脸不多的配角 在《摩天大楼》中 杨颖演示的是一具尸体 准确地说 是演了一具带着微笑唇 哪怕被谋杀之后 都要无比优美的尸体 杨颖的演技 总能让人拍手叫绝 网友看到剧照纷纷吐槽 这哪里是尸体 明明是睡美人 网友无情的吐槽 是有一点偏见 但偏见的源头 还在于杨颖自身 靠着黄晓明 杨颖搭上了业界巨播华裔兄弟 顺利成章创办了自己的演艺公司 签约新人演员 试图向资本方向转型 此后杨颖的身影 不在剧组 而在在各种社交场合 名媛聚会之中 只是在向资本转型的路上 少了黄晓明的身影 从2018年开始 杨颖和黄晓明的同框镜头 越来越少 在网友看来 两人已经形同路人 而婚变的消息 一直持续至今 从未消停 黄晓明的事业 也是大不如前 曾全力支持杨颖的她 在采访中曾表示 以前是别人求她拍戏 如今是自己求人家 还不一定能成 黄晓明一副被榨干的样子 引来很多观众的同情 到底是黄晓明的落魄 导致了杨颖资源的断崖 还是杨颖拖累了黄晓明 到如今这对明星夫妻 自己也说不清楚 观众只记得 当初那个嫩模杨颖 只用一年时间 就走红内地影视圈的最大原因 是棒上了黄晓明 而杨颖的命运 似乎从那时起就已经注定 如果没有黄夫人光环的加持 杨颖还会是这般特殊吗